1月24日,商务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,新闻发言人高峰在谈及欧盟对中国电动自行车实行双反措施时指出,欧方在本案反倾销中仍然使用替代国做法,明显违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第15条所规定的国际义务,中方坚决反对。 会上有记者问,我们注意到欧盟最近公布了对中国电动自行车双反调查的仲裁决定,仲裁提到对中国电动自行车实行18.8%到79.3%的反倾销反补贴税率,中方对此如何评论?高峰回应。 中方注意到,欧委会不顾相关业界的反对,执意对中国电动自行车采取双反的措施。我们对欧方调查以及最终裁决于世贸组织规则的一致性高度关切。 欧方在本案反倾销中仍然使用替代国的做法,明显违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第15条所规定的国际义务,我们对此坚决反对。 高峰表示,欧方的裁决明显违反世贸组织的相关规则,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,坚决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权益。 中国电动自行车行业是完全市场化,充分竞争的行业。 中欧业界在电动自行车技术方案、配套供应链等方面有着广泛的合作。 欧方的裁决既没有真实反映中国电动自行车行业的市场状况,也明显违反世贸组织的相关规则。 中方将采取必要的措施,坚决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权益。